陳太都想問兩隻,3319和1516 他就說哪隻直博率高一點,什麼價位適合入 我都是想入貨 如果你說直博率這個角度考慮來說 我想亞生活的估值一向是比較偏低一點 其實據你現在看圖片來說 都似乎有空間到大一點 因為其實都由幾高位跌下來 見到近期跌幅收窄了 而今天開始有些企穩 剛剛貼近32個本的關口上企穩 所以其實都可以用一個直博角度來說 都可以考慮亞生活 用創昨天一個大陰燭感測海1516 其實今天也看到有少許回穩得著 但是其實整個兩間來說 其實都是行內的 用一個面積來計算是一個龍頭行劫 所以其實兩邊的差異未必會太大 但當然融創的作風會更加進取 但也要留意 因為亞生活今年初做一個配股雜誌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其實手頭上有很多大眼藥在 是盡量有些拼購 不排除未來下半年 或者接下來可能已經有些消息 是關乎一些收窄的行動 可能對股價也有一些誘因 所以如果你問我兩隻 你真是二選一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傾向在亞生活方面 應該會比較傾向 Ji-Fi